音乐 有嬶时候 在想如何做的幻影 反而现在反过来 后来我和太太要初治 思考如何做的丧礼 跟着医生与我们做的检查 这期我们在计嬶娱的生意 所以我太太的手提 所以就有一個項目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動了多少次 今天覺得好像動得少 可能平時動得一天 差不多到六、七點 他已經動了七、八次 那天我覺得好像動了三、四次 去到醫院,醫生就不在 就那個臺產師在 就幾個護士在那裡 就一直跟他們說,沒事的,寶貝 醫生十二點就來了 那個超聲波在旁邊 他就檢查 第一輪,他沒甚麼反應 再找第二輪,他直接關機了 醫生說,對…對不起… 他說,是我遲了 一天他們就問他 如果你早來,寶貝是否能救回 他說,是 你看到自己的兒子躺在裡面 我又不能做甚麼 雖然說,信了上帝 知道他去了天堂 但是那一刻很軟弱 就覺得其實上帝你在哪裡 為什麼你不救他 為什麼你要被他死 聖馬坡開車來到吉林坡 他開始跟我們說 其實神不是不愛你 是人的所謂 我是神的責任 是因為醫生不負責任 所以那一晚 我和我太太和我一個朋友一起祈禱 認真的祈禱 祈禱就是跟我說 神 再次我把我和我太太的生命 放在你的壇前 其實我和我太太相信 神拿了我一個黃金 他一定會給我一個補償 隔幾天就要生日 教會的一班朋友 會友 所熟悉的朋友 請假 就是要請假 來陪著我們去接這個market 所以很感動 很開心 加上很緊張 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有更大的打擊的事情 被我們插入我們這裡 我也覺得我可以堅持得志 可以捱得住 人是很微笑 很多事情不是人 是可以控制 其實最主要的是神 在我的生命 要做的每一個工作 以及神的帶領